马来西亚及印尼TikTok网红歌曲演唱会不取消了 宾州首长曹关友表示 主办方同意移失到巴都加湾举办 他补充 原本该演唱会是在贾抛巴迪迁徙礼堂举行 但经过多方反对后 主办方决定将演唱会移失到巴都加湾举行 据悉这个演唱会遭到一党贾抛巴迪国会议员西蒂·马斯杜拉 以及贾抛巴迪一清团团长莫哈默法里强烈反对 并号召当地人民共同抗议这场演唱会 随后宾州第一副首长阿都哈密也发文告指出 州政府获悉有关演唱会在9月30号在相关地点举办后 他已经要求威省市政厅取消批准该演唱会 另一方面 博旦后任州议员纳都斯里·理查·马利肯也发文表示 该演唱会并不适合在贾抛巴迪这样的环境下举办 其次 演唱会是在穆斯林庆祝穆罕默德诞辰的两天后举办 更不适合 马华副总会长拿都陈德卿表示 州选之前 宾州政府口口声声说要阻挡绿朝 现在却自我绿化了 让华社觉得宾州政府是在开民主倒车口是心非 他今天发文告指出 从宾州行政议员宣誓已是带颂鼓风波 到现在的演唱会事件 可见宾州政府在向保守主义和绿朝妥协 而且采取走向更保守的路线 与伊斯兰党较量种族和宗教极端令人十分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